佛法和一般宗教不同 除了修善之外 还强调心灵层次的提升 一般人认为宗教不外乎是劝人为善 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没有什么差别 虽然宗教的本质是劝人为善 但善有层次上的差别 从物质生活的改善 到精神领域的升华 这才是佛法道整知整见 都只是说要变经济 什么是什么对 都没在说道德 是怎么说呢 这人都没道德 哇 好敢讲哦 你说你才知道 你这样看也知道 对吗 我们学佛是很诚恶 很关怀 很鼓励 还没想到去批判 所以跟他那种话 有些听到的 是他老人家讲的 你自己检讨一下 但是我们是要祝福 再一次祝福 一些迷失的不好都会变好 别的宗教我们也是 很正面的肯定他们的欠善的部分 但是如果平行讲 不是王博卖瓜 自卖自夸 真的要实修的 佛教里面 才有那个大圆满 不然有的真的不是不好 但是可能还慢慢再加油 这个也要是有言才行 不然突然有的听到这个 好几个都跑来找我 要拜我当师傅 听你讲我会很累 因为目前地方是租的 没地方给人家住 那今天还是一样 再祝福大家 我们还是老化 我们台湾 民族自由万岁 中华民族 好平 互强万岁 感恩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大佛材 好心好影 吃百里 往往尽在所下 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 无常经云 唯有佛菩提 是真归杖处 佛法和一般宗教不同 除了修缮之外 还强调心灵层次的提升 这念心经常保持清静 不动 时时安住在觉性上 这就是佛法所说的解脱 和超凡入圣 如此才能真正达到 富贵的境界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优荣台北采访报道